主張降息有助於降低通膨是完全違反了貨幣經濟學的原理 但是有一個人因為這樣做很出名 那就是土耳其的強人總統艾爾頓 在2022年的時候全球的通膨高漲 各國的央行都急著升息打通膨 只有他堅持要央行大幅度的降息 導致通膨失控飆到接近90% 讓土耳其的經濟瀕臨崩潰 里拉暴貶陷入了貨幣危機 而美國不像土耳其 聯準會這一次降息兩馬 雖然是有一點出乎意料的 但是美國知名的財經媒體霸融就認為 鮑爾的解釋足夠自圓其說 因為美國的通膨的確在降溫 而就業市場也正在放緩 不過聯準會降息之後 市場的反應是有些反常的 美元不扁反升 美國十年期公債的價格不漲反跌 而且殖利率還上揚 但是這幾年許多投資人 可能已經習慣了種種反常的情況出現 其中一個反常的現象就是過去兩年 美國公債市場不斷浮現了殖利率曲線倒掛的 經濟衰退信號 很多的華爾街分析師就一再警告 衰退要來了 衰退要來了 結果美國經濟一直都沒有陷入衰退 所謂的殖利率曲線倒掛 指的是短天期公債的殖利率 超過了長天期公債的殖利率 在歷史上通常發生在央行大幅度升息 來抑制經濟過熱或者防止通膨失控的時候 而大幅度升息會帶動市場的短期利率 急速的上升 短債的殖利率自然也就會飆高了 短期利率升高有一個關鍵的作用 就是讓市場的流動性變低 當流動性緊縮到出現殖利率曲線倒掛的程度 那經濟衰退通常也不遠了 長債跟短債的殖利率相減 就會得到殖利率的曲線 正常的情況下呢 是向上的殖利率 因為是向上的正協率 因為債券的持有期限越長 面臨的風險就越多 所以長債殖利率是更高的 那什麼時候這一條曲線會往下呢 就是剛剛提到 當央行大幅度升息的時候 那央行什麼時候會大幅度的升息呢 通常就是景氣擴張的尾端 或者是景氣衰退的開端 所以這也讓殖利率曲線倒掛 被視為經濟衰退的零件指標 但是現在這個指標似乎失效了 歷史告訴我們 當聯準會大幅升息 美國經濟幾乎必然會陷入衰退 歷史還告訴我們 當聯準會大幅降息 美國經濟通常已經破瀕臨衰退 但這幾年美國的情況 足以改寫經濟學教科書 1980年代以來 美國經歷六次經濟衰退 五次事前都曾出現殖利率曲線倒掛 也就是短債殖利率超過長債殖利率 長短端殖利率差跌破零的異常現象 但美債殖利率曲線 從2022年7月來一路倒掛 持續時間打破紀錄 經濟卻始終安然無恙 許多人認為這證明 美國經濟撐過了聯準會 對四十年來最猛烈的升息 成功實現軟著陸 一些投資人認為 現在情況於一九九四到九五年 格林斯潘執掌聯準會時 快速升息十二碼 美國經濟罕見的沒有衰退 資產市場也繼續欣欣向榮 很相似 但一九九五年結束升息後 聯準會在接下來的降息循環 總共只降息三碼 和如今市場對聯準會 將大幅降息的預期大向徑庭 市場一面承認經濟數據 沒有流漏要衰退的跡象 一面卻矛盾地呈現出 經濟衰退時才會發生的 大幅降息預期 讓一些華爾街分析師擔心 美債殖利率曲線 最近終於回正 但該不會經濟 反而才要步入衰退吧 美國經濟正要開始擺脫 美國貨幣政策緊縮的緊固咒 但市場的降息預期太激進 本身就是一種風險 不管接下來美國經濟與利率展望 符合或不符合預期 都可能在資產市場 極其出乎意料的震盪 近新聞 劉立貞 姚旭凡報道